好,我们现在来到手机上面 然后手机上面就可以用各种软件来玩 来玩这样子的一个你的模型了 那第一个呢,其实我想说的是 那个Viroli的它好像还有支持手机版的 所以我们现在先点进去这个Viroli的 它手机版本也是可以捏那个 就是你的3D形象的 这个是我之前段时间走的一个 然后完了之后呢,它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呢,我看一下 挺有趣的一个东西 它这里有一个拍,有点那个拍照,对吧 点那个拍照,然后你点完之后呢 它这里就有各种场景,你可以进去嘛 但这个我都觉得不是很好玩 那我觉得挺好玩的,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AR 就虚拟现实,然后你给它点一下 点完之后呢,然后它会让你手机这样子 它是 对对对,它是现在是 这么一个人物就可以放到你的桌面上 那你就可以移动它 这样子的话就感觉还挺蛮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好像是真的是到了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一样 那你就可以给它拍照啊各种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软件 这是你做好之后直接用嘛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还有第三方的一个软件 我这里有一个叫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读 大家自己看嘛 叫showroom,对 showroom 然后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模型给导进来 那它这里只支持的是从网络上导 因为你的模型已经存在了那个Broid的那个网站上了 你就可以用它这个给它导进来 这个呢是我已经导进来了 导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就可以就可以说话嘛 然后这边的这些设置啊 大概其实也没什么好设置的 就这个形象你可以选择 然后这里有一个Broid Broid Hub 然后你就把你的账号给它关联上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你自己就做好的 之前做好的这么一个形象 然后呢 这个感觉还是蛮准的 然后你就可以说话呀 各种 啊,言语会哦 書きくけこう,差しすせそう 这应该也是有一些设置的 但是我忘了大家自己拿来玩吧 然后你甩头啊 各种,眨眼睛啊 都可以 然后当然你可以用这个做直播 你就可以做一些反正各种吧 你看你自己怎么玩呢 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 然后还有一些 反正就是支持这种软件的 支持这个模型的你都可以用 这个能就好像也是可以的 然后你就去 这个当然就是玩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你现在可以选你的背景 就可以选一个自己的这种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 选一个背景之类的 随便选一个吧 然后就反正你就选一个合适的背景 然后翻来后面就有类似的感觉 那这个都这个都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大家自己去玩就好 这是另外一个软件 这什么我都忘了 添加 然后这个 对你可以就关联上你的那个账号之后 然后你刚才做的这个景象都可以 都可以给它弄进来 对吧 这是那个 这好像也是VR 然后把它给放在这吧 对 你就可以看到它 它是眼睛还是直视着你 看到没有 就有点虚拟现实的那种感觉 我给它放小一点 怎么放小啊 不知道怎么放小啊 这样子好吗 我现在想要给它 怎么放小我忘了 好 这样 这不就小了 是吧 然后你就可以 诶 不可以痛吗 那看还有那些影子都是可以调整的 反正就是你让它去摆各种知识吧 然后就放在这种实际的东西 你可以在拍照留念一下 就比如说你去了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用这种虚拟的形象和那个和你的这个现实的进行互动 比如去了一个景点啊 这种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种形象去互动 感觉还是蛮有趣的 那这个呢 大家就自己去玩就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要讲了就是怎么样在电脑上面就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 然后实现那种就是一个虚拟的这种形象在这里讲话 然后就好像是你真正的人在这边说话一样 好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